视线转回国内部分 首先来关注一下春运 昨天是农历的正月初期 也是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3万人次 虽然假期已经结束 但是部分热门地区如上海站等 仍然处于返程的客流高峰 结合历年春运出行的数据分析 2月11号到2月24号期间 节后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客流量稳中有降 2月20号将会迎来 节后第二个客流高峰